对决也是新版本的第一个巅峰对决 上海EDGM对阵深圳DYG AB卡威赛 第一场我们就看到了巅峰对决 而且这次巅峰对决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点 就是乔黎大概率我觉得 不太会绑定出了 因为这个版本我们看到了 非常多新的幻神的出现 对 而且有名摄影和公本武藏在的情况下 很难搭配这些英雄 是的 而且深圳DYG在第一局用掉公本武藏之后 后面是一直没有放给上海EDGM 看他们会不会选择 边路位置蒙田队下猴盾 看打野是不是公本打公本 来期待一下 加木队到小艺 公本打蓝 小艺选择到蓝 看一下中路位置 鸣和绝鸣 活武打活武 中路位置活武还是一级 对啊 可以很好的带节奏 这时候Zewer和华真 两个风格不太相同的射手 公孙礼打孙向枪 孙向枪 Zewer还是拿到了自己的自信之选 看颜某和将军 东皇太一打明示影 但是仔细一看 感觉深圳DYG的这个阵容容错有点低 就是他没有一个相对比较硬的前排 你就下五顿一个 但是EDGM的控制太多了 控制非常多 而且他们是有蒙田可以顶下去前面 然后东皇太一 他其实是一个尾前排 他更多的是去开大招 找节奏和对面进行一个互换 可能会更多 他能够限制你一个C位 你就很难打了 这局他限制蓝的进场 也能很大程度上 可以限制国武的进场 对 而且公本武装 他大招有个重伤效果 他一旦挂到了 你明示影给大招也没有用 是的 之前我们也看到出了 看出了就是上海EDGM 他们其实很想去打前期的这种进攻的节奏 而同时深圳DYG也拿到了一套前期容错率非常高 而且要打进攻的体系 让我们拭目以待进入到比赛当中 大家好 我是本场解说 七七 大家好 我是老王 看一下湘君拿了明示影 能不能打出像今天第一局的那种节奏 打得很凶的 但EDGM这边前期很强 他是三个刺客呀 他如果打得很凶 一直进一野区 你很难受 但现在DIG选择先来骚扰 是的 查完之后来到蓝区 但是很明显不会蓝开 现在都是八一路先开 然后再开到对抗路去 这波秦川也支援过来了 但是他们身上都是没有逞的 湘君这局是带着闪现 就是一直在消耗 你看绝冥一直在丢扇子 在拖延攻本打野的一个素语 而且两边的中路选手都是拿到了活物 就是这种把刺比较拿手的英雄 看谁先动起来 湘君这局的话 更多的是先跟在自己的中路绝冥身边 对 然后炎梦这边的话 他东黄是先保着 加募了攻本五脏 顺利先把野区刷完 虽然说是自下往上刷 但是下路位置是 打完一个红buff之后 直接去了蓝 所以小野还得回来收一下 看绝冥压的视野压得非常凶啊 对 绝冥其实今天在前面几局拿到活物之后 他的一个主动拳并没有打出来 一直被对方牵扯在了中路 那这一局他拿到不知活物 看能不能动起来 先看上路的第一波 都是互相到四了就不敢着急了 绝冥的状态有点差 直接逼着闪现 那绝冥到四的那波 他就不太好去闪现动手了 就开局已经两分钟了 就一直看到两边的活物在对丢扇子 但这波绝冥吃了一个塔下血包 状态回上来了 攻本已经在动龙了 这套暴君 看能不能顺利拿下 这一拨并没有想着去看 整个Bew7就看到珈牧 他对于暴君的控制 尤其是第一条 就是非常的快 对 就每把都打得很快 这波传下来想要进野区 来了 请传过来一技能看到 一闪提到两个 胡作丽进场 打成了一个刺客 先表较明的不知活物 打了不一换一 两个活物都到了 这波明是闪现去留人 然后绝冥的话他是没有闪 撤不出来第一时间的一个战场 对 打得很主动 但这波人头是给到了 Sewer的公孙黎 因为他动得很快 他下路是没有去选择抢那部线 直接先靠过来了 他其实感觉到 对面已经原初法阵传下来了 那肯定是要进野区 有一些动作 已经有了准备 对 深圳DYG拿下这条主宰 限制主宰拿手上再回去拿红buff 两边第一条动相当于是一个互换 他下路相伤现在很危险 非常危险 野莫有想法 逼退 他有闪现 没有选择强行在塔下咬 对 自己交了个闪现拉出来 左侧 珈牧和宁智这边藏草 应该是被发现了 对 被看到了 刚才露了一下视野 下路位置 Sewer打得非常凶 因为Sewer这局拿到公孙黎 就是想要在对线上 打出一定的优势 也是他比较自信的英雄了 对的 而且确实在对线上面 也打出了一定的经济优势 有一个人头 现在都被压了6000 600 600 6000有点快了 吓人 来了 很主动 直接往上打 就点 把华生打到了一个半血 但是又明示影 直接给了一个大招 奶起来了 凌芝卡在红背草 防止生日DYG 去打野区的入侵 然后边线给到了 珈牧的棍门舞藏 我们可能想到巅峰对决 两支队伍会在前中期 打的比较多 嗯 但这局不是 没怎么碰 都在发育 还是比较稳的 对 但东方这波在上的 看一下 要卡下咬了 咬了之后 公本在接上大招 两边进行了个互换 但是是辅助换了对面的打野 而且还是野河 这波还是上海一剑 更赚一点 对 断了一下小翼的发育节奏 因为他有个东黄 他会更主动 他不管是要蹲谁 他都是可以先动手 但是这波深圳DYG 反入侵了 上海一地界面的蓝区 还反倒了 他是放了一个防御塔 来做的这波节奏 想要顺势让孙岩翔到上路来 给华生进行了一个换线 但在主节奏方面 他是比较亏的一方 来了 秦川来探视野 但自己要被打了 被攻速率大了 直接推了回来 这让宁致的伤害 秒掉了秦川的夏侯敦 全是爆发 不能这么连探操 而且他一个人 闪现都交不出来 直接被秒了 这个连控上海一地界面 打得非常完美 那中路位置 这边自己反被秒杀了 让明知收下 相军这边也是残血 而且没蓝了 只能往后撤 中塔只能放掉 因为全民他一闪 踢的是一个前排 蒙田 但明一闪就踢到你了 是的 那这一波团战打完之后 您就直接拿到两个头 就是说这把 DVC怎么占河道啊 就是说天下就在这 不让我无双 哎 宫本五藏版本答案 刚才我们也看到 就是他 深圳DVC拿这条阵容 他的容测会相对低一点 因为他河道的视野 就这么一个前排 讲真的 这一局没有前排可言 没有一个人能够扛得住 两边爆发都很高 秦川的话 因为他也是在放前嘛 他现在进气非常低的 而且还死了一次 而对面的话 蒙田 宁芝这边是拿到两个头 发育得相当顺利了 大家就看小义什么能够站出来 因为这局拿到蓝 没有选择攻本 要损他的装备 选择一个比较能够刺激 去打出爆发来的 一个核心 现在是绝民的活舞 保着小义去上路发育 帮忙反蹲 那这条暴军的话 还是由上海EDGM率先 控了下来 蓝收掉 大家看中边想留 秦川大招已经又掉了 继续想要往前追 华晨这边闪现 一闪顶 顶到了华晨 那绝民的活舞第一时间 先被秒杀掉了 宗皇这边手上还捏着大招 但这个红还可以再压 这个红buff 谁的 一闪拍三个人 顶上去 但后面的伤害不太好跟啊 湘君这边牵着链子 还是没有办法把队友救回来 就开得非常好 但是跟不上啊 是的 没伤害了已经 其他人也不好跟 而且 阎梦 他的大招一直捏在手上 这个东黄不交大 他在等蓝 你不进来我不咬 对 但是刚才这波冲红区的时候 秦川是拍了第一拍很关键 拆了一下火 而且反手是秒了 公孙礼 配合队友 这一个奔狼 直接把随障箱的闪现 下了出来 火舞 在这个时候回头想要去 控人的话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他还是看到了 EDGM很主动 他会想的 我先去逼你的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 小一也不敢进 他没有大招 他进去的话 先不说动狂搞不搞 他自己推不出来 完全没有办法跟 对 也像亨将刚才讲的 你看整个河道视野 现在虽然说 DYG是逆风 但他根本占不了这个视野 不好站 只能五个人一起来 是的 而且前面就是因为 秦川去占中左的视野 直接就被秒了 自己闪现都交不出来 被连控 他脱节一个人 还是很危险的 是的 现在的一个经济的话 您知 单 就是单队位的话 打秦川是压了1000的 蒙田有人头 是的 还是挺舒服的 他刚刚那波又拿了两个助攻 对 主要还是看两边的核心点 像EDGM就是想要前中期打快攻的 嗯 我们看到绝名火舞的一个走位热点图啊 主要还是在中路位置以及两边的河道 对 这时候应该要看一看 鸣这边的火舞的热点图 就做一个对比 对 明这一局确实打得很主动 包括第一波也是他闪现出来的一个节奏 上路要开始平堆 你这么也不敢往上顶啊 一个蒙田顶在前面 对他没什么想法 华晨这边蓝都打空了 红buff也被上海EDGM反到 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队伍拿到东黄太一 他的一个玩法就是站在后面 防你绕后的人 有人进来他就直接咬 他现在不主动打先手了 前期可能四级左右的一些节奏 会去主动的去咬人 但现在更多打团 五人抱团的时候就是保 是的 看谁进场有谁 下落位置绝鸣继续帮小易 去进行一个带线去反蹲 保着自己家的蓝buff 小易现在7000的一个经济 但珈牧的工本也有7000 他俩经济不会差太多 那工本就不会太劣势 一起抱团站住了这个草头 打开大刀一闪 顶到了 珈牧这边也要绕后 大刀是一个不止火舞 继续往前追 把火舞先秒掉 小易这边也阵亡了 这边只有秦川一个人扛 残血扛不住了 打了一波零换三 完全没有输出环境 根本打不动 他现在一套爆发打上去 蒙田就掉一点血 这一波上海一帝剑开团 也是有预谋的 宁芝这边直接闪现上去 配合到了珈牧的工本武藏 把人全部都留下来了 但是现在剩下 香香跟明侍颖 这个兵线有点难清 上路位置 需要龙的先赶人 上一帝 想要一波 这才十分半的时间啊 但是活了 可以先推个高地 对 那上路位置塔能推 刚才在正面第一时间动手的时候 蒙田开了好 而且把不知火舞推到了 工本的脸上 他接了一个大招 是的 来看这个回报 当宁芝这个走位 就已经知道了 他要动手 推过去 工本二技能过来 接一个大招 并且小一这边给他推回来了 但是没有伤害 已经没有伤害能跟了 对 小一这局蓝的一个发挥空间 其实是非常小的 而且小一这个赛节 他的蓝拿出来九次 没有赢过 上次赢是在21年的8月6日 对阵到广州TTG的那局比赛 那 很久远了 真的 这个阵容 我们先不说吧 确实现在的版本 比较舒服的 就像关门五脏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好 就用过之后 不会想要给对方 是的 蓝天风队决 深圳迪拜计没有选择去拿 小一 他是蓝阵英雄 上到比赛服之后 第一个拿出来的选手 但这个赛季 确实没什么办法 看一会儿 有没有什么奇迹的 一些操作 因为他这局很难发挥 对 刚才看到了 他就是被吃了一些AOE之后 就完全进不了场 而且 这个阎梦的东黄 他是完全不会去 就是看情况去放大的 只要他大招捏在手上 小一就没有进场的机会 他的一个站位 只要不是在前排的位置 站在中段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一直盯着这个篮 嗯 然后阎梦这局 其实打得很主动 他的奔狼很早就做出来了 刚刚又是用掉了奔狼 冲了一下上半途的视野 没有撑到人 因为有个明摄影的加持 箱箱的伤害还是很高的 但这局虽然像他的一个输出环境 其实 不是很好 你得看明会不会盯他 如果盯他他就很难打了 主要是一个火舞 还有这个弓本 他得要保持一个 比较安全的输出环境 他要保持一个距离去打输出 对 当然两边其实都有很高额的爆发 就是小一的进场 包括绝铭 两个如果打出combo也是很高 对得配合起来 就他们不太 就他们不适合是被动的那一方 他们得要去主动找机会 因为被动起来的话 我们看到他们团战 上一波那个阵型摆的就非常差 对 拿了不知火舞这个英雄 就不要考虑被动 你一旦选择反打 那你有可能已经就是残了 或者是已经被秒了 连反打的机会都没有 是的 我觉得下一波其实 可以考虑去尝试一下 因为现在小一他的经济是非常高的 而且已经神装了 有明刀了 可以尝试去接一波团 对 但已经是在高地下 因为在外面打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在高地下的话 还有塔的伤害 可以补一些他们的经济劣势 这个时候深深地歪起所有众人 又要落在小一的蓝身上了 看能不能创造奇迹 而上海ED剑 距离他们升到A组 差一个胜利之遥 直接交了个闪现 但是停车的状态 交了个闪拉回来 对 迪士尹还保了一下 先打小一把小一的大招也逼出来了 这一下明世尹加上蓝的大招都用掉了 而兵线马上要晕到塔下 下一条龙也快刷了 这ED剑他压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很酸 虽然说他第一时间交了个闪现走 但不代表他要跑 他只是在等队友 对 等时间 很有耐心 这条龙神针DYG 视野完全没有办法去挤啊 香香的经济马上破晓要出了 嗯 最后秦川顶上去了 看一下位置有点靠前了 脱节了 自己的位置非常差 而且走不了 直接被Zero给点掉了 但是没有前排了 现在兵线很难清啊 那蓝就没有了一个很好的绕后机会 我们刚刚说完小翼神装的这一波是 有机会的一波 可是 前排交叶了 直接一闪往前顶 直接闪现进场 先把绝对秒掉 有兵线 三打四 塔下 东皇咬了 出咬 接上锅门的大招 直接先点水晶 让我们 恭喜 上海EDGM 生A成功 进入到了第三阶段的常规赛 他们要去冲击季后赛的名额了 而深圳EDGM给打破了 想想不太容易 因为EDGM真的很久没进季后赛了 对 而且这一场BO7的胜利 他们等了将近三年 终于重整归来了 越过三载春秋 骑士将在这个夏天 征服新的上海 恭喜上海EDGM 晋级2022年KPL下季赛 常规赛第三轮 A组 恭喜他们 他们要开启第三阶段新的真诚了 期待他们的发挥 那同时 深圳DYG 真的今天还是非常可惜的 已经拖到了最后的巅峰对决了 对 勇者不惧低谷与困境 重惧力量来日 再走巅峰路 深圳DYG 遗憾无缘 2022年KPL夏季赛 常规赛第三轮 季后赛 以及挑战者杯 我觉得他们要回去好好想一想 就是这巅峰对决的一个阵容 嗯 也是希望他们在后面的一个修赛期 能够好好的去调整 去磨合 去解决这个赛季 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是的 再次恭喜上海EDGM 升A成功 接下把时间交给天鸺席 再次恭喜上海EDGM 怎么样老猪先采访一下老猪吧 这BP一出来稳了呀 就心里很笃定了 这就不知道 没有办法输 就是你看到这个攻本一戳 对面下猴盾又是明是尹 这没得打还是个蓝 真的就没没法打 就你说你拿蓝 你还要被攻本counter 一个攻本如果大招给到你的话 你蓝还没有办法在人群里去选 对 你还回不起来 那这个蓝已经十连败了吧 对 小一的蓝这赛季 这一场输了是十连败 十连败 十连败了 但是这个蓝实际上就是 说到他这个蓝就要说到一个点了 为什么小一的蓝这赛季会十连败 不是他的操作不行 而是小一经常在发育的时候 他的队友会掉点 就导致蓝这个英雄发育 偏长的时候 他发育不起来 而这一盘的话 就更不要提了 这盘这个攻本武藏 当时我就说了 这盘河岛横着走 东皇攻本加火舞 你下猴盾赶过来看这个视野 一口咬死你 这局你什么都可以动 攻本跟火舞不能动 对 攻本火舞是一定要选的 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关键的比赛 去尝试突破自我 就是今天教练的这个BP吧 前面几局BP其实就有问题 就是能扛到巅峰对决 一把是因为在BP出问题的情况下 先选沈梦西 然后让队友 然后选手靠赵云这样类型的英雄 扳回了一分 扳到巅峰对决 终于以为可以大家 哎呀 五五开的拼一把 你掏了个这个出来 没有道理 这把说真的 DYG你想到他下落双人组 不是公孙黎 不是乔黎 你是能猜到的 但是打也不是公本我是真的没想到 本局MVP给到了凝聚蒙田 没法处理 不是关键是你要是说小翼他不会公本也就算了 他第一把就拿公本赢了 公本挺强的 而且第一把真的是carry级的表现 对 就是答案 这就是属于什么 就是你不会做这道题 我把答案写在这里 放在你桌上 告诉你 你看着这个弄 你也要自己来 而且他这道题前面还蒙对过一次 对 没办法说 是 就对DYG来讲 我觉得 就到目前为止 这一哆嗦 我觉得做的并不好 这把河道没法站 站了就是不定的联络 这个蒙田就无敌的 这个蒙田就不知道该怎么死 因为对面的前排不敢 我拿个蒙田往前顶 蒙田就疯狂往前顶就可以了 是 就宁智这把选 这个英雄我觉得有一方面原因 是他不想拿那种死肉 我拿个蒙田往前顶 但你换个角度 如果这把小翼是个公本呢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输赢是谁 但我觉得肯定不是这个局 是的 我觉得起码还可以打一打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 这个局面是完全踩不住的 OK是带来本场比赛的语音回放 让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我都没打 我都没打 是这个 我看不到 我要打 我来一闪 算算没打 没打 我还要打 我要打 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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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 我好燥 非常燥 而且其實讓人很感動的是什麼 其實在這三年以來 就是我們 times 一直在說 就看著他們在B組